盛夏时节 各地的特色水果也陆续上市了 咱们一起去尝鲜 夏天正是吃桃子的季节 在湖北孝昌 当地最有名的当属孝昌血桃 果肉红润 甜美多汁 为了让桃子更好吃 当地还联手科研院校不断对血桃进行改良繁育 如今已经在口感 甜度 耐储存性上做了全面升级 化果力高 口感好 病虫害非常少 非常适合我们农户种植 今天的行情比较好 目前 孝昌县的桃树种植面积为8.6万亩 年产仙桃10万吨 每天有3500到5000箱血桃发往全国各地